Hello Amigo Hello Amiga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我现在带大家 看一下这个飞机 这是 一个二战时机的 一个战斗机 我们看一下 这个翅膀现在放的很低了 原来翅膀放的很高 这是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飞机 挺高身的 身手给摸到 这里已经做了很厉害的 反正飞机 这是它的尾仪 看一下它的尾仪 整体的尾仪 二战时机的飞机 然后看它的侧翼 后面 然后 看它的下降 这个可以看一下 真的 然后看这个 然后我们过去看一下轮子 看一下它的轮子 摸一下轮子 这是它的固定的 加固的 现在我们走到飞机上去看一看 这是它的一个说明 就是小朋友必须在大人的管理下去上飞机 这是它的机头 我们看一下机头 好我们现在登上飞机 我们先看一下后面 看一下这上面的整体情况 机 这是后面的座位 这是操作盘 这是副驾驶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正驾驶的地方 今天是美国的国庆日 今天是美国的国庆日 是大家的holiday 放假了 现在来看一看 现在 飞行员张向东已经就位 现在我们转动 已经做好准备 副驾驶 已经准备好了 系上安全带 检查仪表盘 开始检查 这怎么有蜘蛛网了 多长时间没修了 1945年以后就没有修了吗 现在是2019年 怎么回事 保养的这么不好 我们要起飞去夏威夷 去中途岛 去关岛 飞往亚洲东京 我们要执行东京的任务 好 现在执行这种驾驶 一半 塔台塔台 火市 709号 请求起飞 请告诉我准备起飞 OK 这是1 2 这是Machine 这么的不一样 看完预表盘 每个预表盘都不一样 我的朋友里有对航空航天比较熟悉的 对飞机 二战时候飞机比较熟悉的 可以告诉我们这是用作什么呢 它这油量是多少 一次飞一次是 这种机型是在航空母舰上呢 这战斗机呢 还是什么机 它可以挂什么弹 我们对这个通通不明白 现在我们已经要驾驶 进行任务准备飞了 报告塔台 准备完毕 检查完毕 一切正常 天气良好 晴空万里 准备起飞 第一 第一站 加州 旧金山 第二站 夏威夷 第三站 关岛 第四站 东京 我们要到东京执行任务 请求后方的支持 我们在沿途加油 然后飞往 旧金山 我们现在在德州 德克萨斯 达拉斯附近 达拉斯附近的沃斯堡 请求起飞 请求 好看一下 这个是在过去的二站那种电影中 还有呢 福寇脱险中 还有在德国拍的一些 那个电影 关于德国那些电影中 也是 也是有的 然后 然后说 有个飞机是滑翔机 说 摩摩可以吗 然后有个中间做个摩摩 那个给我们 很幽默很搞笑的 给我们笑的哈哈大笑 哎呀 不够脱险 法国的 然后在德国占领的巴黎 然后 摩抹摩 然后在澡堂里 托而提浴室 然后在里面 就是说在很艰苦的环境里 大家依然能够保持乐观 大家其实都差不多 首先身高差不多都是一米多 第二个就是 聪明的材质差不多 都是没超过智商 没有超过800的 爱因斯坦 他的智商多少 差别是不算太大的 这个金属的 摸着很光滑 大家喜欢 所以就是优于众回忆 特别是在今天是美国独立日的时候 我们在故地重游 来到个旧飞机 这是美国西部牛仔 来到这种旧飞机的话 我们会感慨万千 也是中国人民 也是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巨大的贡献 为最后战胜法西斯 做出自己巨大的贡献 牺牲了人民千千万 好儿女千千万 最后才晃得了胜利 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胜利的果实呀 这个操纵是可以动的 转盘 所以小朋友们很喜欢呢 我现在也是18岁 也是个小朋友了 在飞机上玩一玩 可能也是免费的 好 谢谢 谢谢大家